这波寒流发微天气真的是非常冷 包括了玉山和欢山都降下了白雪 而今天上午全台最低温是出现在淡水只有5.9度 至于台北市也出现了10年来 这个12月份的新低温只有7.2度 这么冷的天气可是会一路冷下去 到跨年夜元旦这最低温只会掉到5度 这波寒流在明天白天以后 强度上来讲会开始有慢慢减弱趋势 去温上来讲应该会有一些回升的情形 尤其在29号30号这段时间由于水气比较多 银封面的东半部包括北台湾 甚至都有一些局部的零星短暂雨 到是30号以后尤其入夜以后 寒流的强度会再度的增强 一直到持续元月2号这段时间 低温的现象还会持续发生 尤其像在于元档这段时间来讲的话 不排除会出现摄氏10度以下的低温 也就是说下一波的寒流威力更猛了 到跨年夜可是比这个周末还要更冷 所以提醒民众如果是要出门狂欢 一定要穿得够保暖 小心不要着凉了